我曾經就是嘗試過用刀子隔脈 想就結束了自己 2011年清明節的時候 我回去給我父親上墳 等我回來就留了一張字條 就說我走了 你再也別找我了 然後我就瘋了 到處去找他 然後我打他電話他也不接 發短信也不回 4月13號的時候我就去公司 直接把職辭了 就在家帶著了 就不上班 天天吃了睡睡了吃 然後就是瘋狂地哭 No 我要把我自己封鎖在裡面 誰也不見 我只想 我就結束我自己就完了 我就覺得活著實在沒有意義了 就是沒有活下去的希望 你想已經從認識到過日子都18年 這個感情也不是說能放下就放下的嗎 我把我所有的經歷都投入了這個家裡和這個人身上 忽然就沒有了 你就付出的就真付出東流了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就特別的委屈 特別的抓狂 其實我們勞斷的起源就是一些婆媳關係 姑嫂關係 周禮之間的關係 他們就是以為我老公掙的錢都是他們的 就是他要抓住 那我呢可能也想抓住這個權利吧 尤其是我婆婆跟我就是爭我老公的那種 寵愛啊什麼的 就特別的激烈 最後導致就是婆媳關係就是很差吧 再一個我們也沒有孩子 因為之前都發生過幾次的那個大的爭吵 然後他也威脅過我 說我再不聽話或者是什麼的 他就只能選他媽什麼的 就是我也是肆無忌憚的 我沒想到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前夫走了以後 大概有一星期吧 我就給他發了短信 我說你既然走了你就等著收拾吧 反正在我的腦海裡 在我的詞點裡不可能離婚二字 我們只是 你只能是嫂 然後我就在家裡 幾乎就每天喝點水吧 到後期吧 我差不多就是在絕食 大概六七天的時候吧 他就聯繫了他的一個同學 說聯繫了一個美國歸國人員的 那個心理諮詢師 先來找我聊聊 那我就同意了 我說那可以 其實聊了什麼東西 我現在也不記得了 就只記得 當時他就一直讓我說 他在看著我 大概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 他忽然就問我一句 你願意相信上帝嗎 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 我說我願意 因為你看我一直說的時候 他說他特別理解的支持我 我就感覺他是個特別信任 我能信任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做了絕食禱告 當絕食禱告做完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特別的飢餓 我給別人準備的食物 我都顧不上 就是別人還在現場 我自己嘎嘎先吃起來了 就是 就想吃東西了 就有了活下去的那個信心 好像忽然天窗給打開了 就亮灯了 我就感覺到 我為什麼要死 我為什麼要死 就是之前好像進入了一個沼澤地 死活都出不來 但是忽然就是眼前了有一個亮燈 就把我給照亮了 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自殺的傾向 從絕食禱告了以後 就一直去這個 姊妹的教會去聚會 然後聚會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也在分享 也在分享這個問題 後來我也為此專門上了一個 教會的課程 《禱告解決法》 那個就是如何去饒恕對方 但這個課程對我幫助特別大 就是讓大家放下仇恨 去祝福仇敵 但這個祝福吧 開始做的可能有點形式化 我其實心裡是不願意祝福他 真正的完全沒有仇恨的時候 哎呀 我覺得應該是在兩年以後 兩年以後 離婚兩年以後 就徹底就走出來沒有仇恨了 我真正的可以坐下來 為他們做祝福祷告 我曾經真的是為他們家的 每一位人都在做祷告 希望他每一個人都過得好一點 我心裡是 就感覺到是釋放了 就終於那個時候就放下去了 其實當你仇恨別人的時候 你心裡有仇恨的時候 你心裡也特別痛苦 也特別難受 你為他們做了祝福祷告 你放下了以後 你就可以走你自己的路了 就是人的盡頭是誰能開始 我特別感恩的時候 就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時候 我認識了祝福 我從那個死亡上的 就是轉回來了 我們不就過多一次 我們不曾全部 nói 這個天啊 我想幸福 我們不可以考慮 你不想不想